大家好,我是彈彈微光眼鏡的長工 這個問題有沒有 今天來聊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相信很多人他會 一些上了年紀的人 他大概過了45歲過後 他們會有一個老花眼鏡的一個需求 那些長工已經不只遇到過一個客人 他有一個他們 因為可能他們以前沒有近視也沒有戴眼鏡 或者是說 他們本來有近視 但是他們遇到老花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或者接受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在不同距離 我需要不同的度數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今天有一個客人 他又進來 他想要配一副老花眼鏡 那我們都會先了解一下他的需求 他的需求就是 我要平常用手機 然後看書的時候 然後看書的時候要戴的 然後也會 也要用看電腦的時候戴 那這個時候常常就會跟他回來 你如果你手機跟電腦 這是必須要分開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度數 那 怎麼說呢 因為之前常常 因為有一個客人 我們曾經遇過一個情況 他要配老花眼鏡 但是他沒有跟我講過他的需求 要看電腦怎麼樣的 眼鏡拿回去之後呢 他回來跟我反應說 可是這副眼鏡我看電腦看不清楚耶 我說當然啊 因為你看電腦 通常來講 因為這邊沒有電腦 我們來看一下 通常我們一般看手機 你的距離通常 30公分到40公分嘛 那你電腦 我想有用過電腦桌機的人都知道 電腦桌機的距離會比較遠 對不對 那 同樣的 這個距離一拉開的時候呢 變成說你看的距離 你的用眼距離是比較遠的時候 你的度數就不用 你的老花的度數 就不需要到那麼高 所以 一般老花眼的人 都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說 你看遠的沒有問題 然後 越近越模糊 所以 剛開始有一些 初期老花的人 他們會有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說我要看手機的時候 看不清楚 拿遠一點就看清楚了 對不對 那 當你戴上了一副老花眼鏡 是讓你把近的 比如說40公分的距離 30公分到40公分的距離 讓你看清楚 可是你會發現 越遠就越模糊 那你要看電腦螢幕上的一些字的時候 就變得有點不清楚 那 有些客人他就會轉不過來 可是我以前戴眼鏡 我戴近視眼鏡 我什麼距離我都看得清楚啊 那是因為 你是靠你自己眼睛的調節力 在做調節 讓你去看清楚 各種距離 那 老花眼鏡 為什麼你會有老花呢 就是你調節力變差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還需要老花 那你調節力變差了是不是 你要看手機 要看電腦 就會變成有一個問題 這是不同的距離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需要是辦公室型的 譬如說 我今天如果以一個客人為例 他要看手機 在40公分的地方 他可能需要帶到遠視200度 可是 當他要看電腦的時候 可能只剩下100度 所以這是一個不同的度數 是分開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有 釐清這個概念 因為 常常有很多客人要求 我要配一副老花眼鏡 可是我要看手機 要看得清楚 看電腦要看得清楚 那 我只能跟你講 那 你就是要用辦公室型的多焦晶片 別人說你是 中距離跟近距離 可是才會遇到客人說 為什麼要這個 我就是要最便宜的就好 我要單焦點的就好 可是我要兩個都看得清楚 那 我會跟你講 辦不到 除非一個方法 就是 你左右眼配不同度數 一眼看中距離 一眼看近距離 但是 那就必須靠你自己去試 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做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 現在大家這邊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老花眼鏡的時候 你會需要 關係到的是你的用眼距離 就是如同我之前有解釋過 有關老花眼鏡 為什麼我都會跟客人講說 你要去看一下你的平常的習慣 因為有的人 他習慣他看書 他的習慣拿得很近這樣子看 那有的人呢 就像以前我們看那個關公的畫像 文關公 文關公讀春秋 有沒有拿得很遠 有沒有 那當然這樣子 你們的度數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 在你們要厭配老花的時候 必須先了解你自己的需求 那如果說 我會建議 如果說你不想用到多焦的晶片 你就是把這兩隻眼鏡分開 那當然 有的人會講說 那我又需要 一下子看一下電腦螢幕 一下子看一下桌面 那真的就是要用辦公室型的 對你來講會是最好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邏輯思考一下 就是說 用眼距離 跟你的眼鏡度數 會是相關的 不要再來 我相信很多眼鏡都遇過這個問題 那客人說 我有跟你講 我要看電腦呀 那我就說 好啊 你要看電腦 我減個50度減個75度 這樣看電腦有沒有清楚 有啊 你再拿手機起來看 這樣我手機就看不到了 那就對了 了解嗎 好所以這邊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 可以參考看看辦公室型的鏡片 好謝謝各位